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大国小将 欢迎订阅我频道,欢迎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谢谢 根据CNN报道,在新冠疫情失控级之际 印度总理莫迪正在推进一项18亿美元的议会大楼翻修项目 其中还包括给总理修新家 而且这个项目被归类为重要服务 这意味着即使是绝大部分其他建筑项目都停止的情况下 该项目也被允许继续推进 大国小将爱读史书 在中国,即便是亡国之君,在发生重大天灾的时候 也会减善玄彻,力居偏殿 减少吃饭时的菜食,停止演奏音乐,换个小一点的办公室 传说中,志爱做木匠活,把国家大事扔给大奸臣 大太监魏忠贤的天启皇帝,在亡工厂大爆炸发生后 兜下了罪己诏,承认自己的错误,表示咬痛感前非 你可以说封建帝王们,那都是在装样子,是作秀 我也同意,但哪怕是装样子,作秀,总也比完全不闻不问的强霸 总也比大义之年还大兴图目的强霸 满清腐朽堕落,西太后慈禧修建颐和园落下千载骂名 但她修园子,好歹也是在同光中兴时期,国家结束战乱 国力有所上升的时候修的吧 至少满清也没干出在东北闹费鼠疫的时候 朝廷花大钱建楼堂电宇的是吧 在近日印度单日新增新冠确诊人数超30万人的情况下 在中国和很多国家联合帮助印度抗击疫情 给印度送去制氧机等设备的情况下 印度政府修盖楼堂管所 如此倒行逆施 老百姓居然到现在都还没炸锅 除了说印度奴化教育搞得好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评价了 感谢收看,欢迎订阅我频道 欢迎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